双十节就快要到来了 花莲市立幼儿园 特别在国庆日前举办的主题式教学活动 来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快乐 双十国庆就快到了 把好上午花莲市立幼儿园的小朋友 换上红蓝白配色服装 挥舞着国旗在广场上进行小小阅兵仪式 为了让小朋友们认识到节庆的由来 市立幼儿园特别在国庆日前 举办主题式教学活动 除了针对各年凌晨设计闯关 也以话剧的演出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 1911年10月10号那天 终于成功推翻的满清正乎 那用这样非常清显欲懂的 一个话剧的一个方式 让孩子们都能够了解我们国家 是在非常艰辛困苦的一个部分诞生的 那也希望说 最后将我们这些国庆的一个由来 国家生日的一个由来 那也跟我们所有孩子们说 那我们国库革命11次 那也要感谢我们所有 所有革命的一个先烈 那才有我们中华民国 那再次的跟孩子们说 那请他们谨记 双十就是我们国家的国庆 那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中华民国是革命先烈 抛头颅撒乐蟹所争取而来 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希望透过活动 培养孩子对国家的认同感 记者 许立琴 欢迎来自报道